我回头看看有没有车 你就往前开 你废话 我这有信号吗 你知道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吗 你个车祸 你 你在哪儿啊 你怎么搬喇叭呀 没电来 个屁呀 赶紧回来接老子 修车吗 不修 修加油 撞成这个怂样子也不修吗 不修 谢谢 多少钱 一千五 多少 一千五 你什么家都有 你什么人有的 我打电力 你 接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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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本来就是换个包厢 我 为什么出来 我什么都没看见 那要断水里啊 不许算了 你什么人有的 我怎么能做呢 你什么人有的 你怎么走到北宁走一堆路 你怎么没有去的地方 去什么人有的 我怎么 他怎么会吃呢 他怎么会吃呢 电视剧电影之前呢 已经在戏剧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好多年呢 他基本上揣摩明白了观众们 老百姓愿意看什么 喜欢看哪一类的喜剧 可以说他是一个懂喜剧懂观众的人 但是大伙注意啊 一个演员如果说他愿意在戏剧 在理论上使劲琢磨 这样的演员一定很难 你要为什么这么说 就像之前咱们说过周星驰差不多 徐征往往也会因为这个 去否定一些个编剧的创意 或者说觉得导演的这个创作不合理 他会跟导演跟编剧去掰扯 去死磕 据说啊很多剧主都说 请徐征来当演员呢 只要你不怕麻烦 那真是太划算了 这话怎么说的呢 他来了 不管是不是该他费心的事 不管是不是他的活 他都跟着给你上心 你看台词符不符合人物性格 这一块道具 接不接这个戏 录音师你现场怎么收声 甚至说宣传海报 那字长多大 就是剧组花一份钱 请演员的这个钱 他能给你费十八个公众的心 所以说划算呢 你花一个人的钱 相当于多请好几个人 但是麻烦也麻烦在这 如果说人家觉得你这个创意好 那肯定特别喜欢 没问题 但如果人家要是跟你想法说不一样呢 你老是跟着提意见 一会儿散底一会儿嫩的 那只定有人他就不乐意 你是导演 我是导演 所以说他在片场啊 既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又 人在囧图上映之前 大伙子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个幕后话序 就是徐正忙活这个忙活那个 这个一些个小片段 网友就都以为徐正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呢 一问呢 不是 白忙忙的 再回家吧 再回家多好了 我说我走错房间了 你们信吗 你看一个人嘛 他懂得越多 创作欲就越强 你这个事搁哪个行业